各位好 今天是2019年12月26日星期四 今天我们和各位聊一聊 民国时期 以至到后来台湾都非常重要的一位 军界人物 也是政界人物 陈陈 陈陈大家都知道是蒋中正的爱将 心腹 嫡系 那么在军事上有突出的表现 在政治上也得到特别的重视 应该说他是仕途比较一路顺畅 相对来说 那么但是早年呢 他的经历似乎并不那么通上 也就是说并不顺利 他曾经在小的时候 在求学的时候 并没有表现出天资聪颖 所以以至于他的父亲曾经都想过 不要让他继续读书 而让他弟弟去读 但是他呢是这个意志非常坚定的 就是说一旦他确定了一个方向和目标 他不顾任何艰难险阻 一定要想办法克服 然后我们下面具体来介绍一下 他的情况 那么陈臣呢 他的名 他的辱名啊 叫德心 自辞修 辞修你反过来念 就是修辞 语法修辞 那么他的别号叫石搜 这个别号很奇怪啊 就是说这个搜 大家都知道是老人的意思嘛 石搜 那就是说喜欢石头的 还是说跟石头有特别关联的老翁 那么他是 一般说起来是国民党军政 党政军三个方面 他都有重要的职务 是应该说是 蒋最信任的人之一了 从黄埔军校时期 从黄埔军校开始就追随蒋东正 但实际上认识蒋呢 比这个在军校还要早一点 下面我们会具体提到 那么他担任过很多高级指挥职务 当然一开始也是从 这个见习排长开始做起 慢慢的一步一步升上去 他当过炮兵连长 而且这个在作战的时候 非常的勇敢 差点这个 差点在阵地上阵亡 就是说他非常的勇敢 所以蒋呢 不是说随意的赏识一个人 那么就当年 陈陈在作战的时候 非常的勇敢坚定 所以屡见攻击 蒋才那么信任和提拔他 那后来呢 这个陈陈也担任过高级将领 比如说这个军长啊 兵团总指挥啊 集团军总司令啊 军政部长 湖北省政府主席 国防部参谱本部 总参谱长 还有兼海军总司令部 总司令等等这些职务 到了台湾之后呢 他还担任过台湾省政府主席 行政院长 副总统 还有中国国民党的副总裁 所以基本上 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吧 就是国民党党政军 一些重要的职务 几乎他都当过 那么他是1965年3月5号 这个去世的 那么是活着75岁 也不算年龄太大 这个也不算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 那个时代 医学条件应该也不错了 但是他不算长寿 那我们具体来看 这个人的成长经历 他是那个浙江省青田县 高市乡外村人 他是1898年1月4号出生 他们家呢 倒并不富裕 世代务农的家庭 而这个陈陈小时候呢 幼年是体弱多病 一开始呢 跟着他的一个唐伯 叫陈维谦 学一点东西 后来呢 又跟这个 在清末曾经考上这个 就是说有一定这个文化和资历的 一个书工 叫陈一鹏 那么后来呢 第二年只进入到青田县 高市小学 高市小学 它里边还有一个叫养正小学 有人说一个小学里边 怎么还套另外一个小学 因为那过去呢 分为高小和初小 就是高等小学和初等小学 那么1912年 这个陈陈小学毕业 毕业以后呢 他父亲觉得家庭经济啊 拮据啊 就是打算 把他留在家里边 经营小本生意 打理家务 然后让他的弟弟叫陈正修 让他去考中学 但是呢 陈陈自己 他很愿意学习求学 所以他希望通过求学 来改变自己的处境 就是父母呢 虽然没有做这样的安排 但是他就瞒着父母 先在家里边自己 自习功课 自习了一年 后来又瞒着父母 说到外面做点小生意 他就步行到一百多里之外 一个叫楚州连城书院投考 然后被省力第十一师范学校录取 录取之后 他父亲一看 木已成舟 就是说只是需要他再继续供给他读书 那父亲也没办法 只好让他继续去读书 1917年 陈陈在十一师范学校 第二期毕业 这个学校呢 算是本科 算大学本科 然后呢 第二年 他就带着妻子的嫁妆 到杭州插班考入体育学校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 结婚都很早 而且呢都是家庭安排好的 那妻子家里边还比较 就比他家更有钱一点吧 带着嫁妆 用嫁妆这个作为经费 就去考另外一个学校 就考的是杭州省力体专 仅仅一个月就毕业 那因为插班嘛 就是本身就缩短了学程 但是呢一个月就毕业 倒也是我觉得不容易 而且我们都知道 他那时候体弱 看起来很个子挨小又体弱 怎么可能能再体砖 只用一个月时间就毕业 这里边还是有很多的门道 我们看到后来的经历也是 有很多地方 似乎是绝处逢生 他总是有很多的办法 就是说他脑子还是相当的灵活 聪颖 我说这个聪颖不是 不一定说在读书方面 他读书好像并没有那么突出 但是呢办事相当的灵活 有办法 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 闯出来的路子 他比如说他当时 在师范毕业的时候 就要考虑以后的前途怎么办 当时是暂时居住在杭州 那么到底是准备干什么呢 是找份工作呢 还是说继续求学呢 所以他当时想的一个就是 最好是毕业之后 直接到日本去 也希望投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可是呢 主考者看不上他 没有录取他 因为说他身材瘦小 就是拒绝他报名 那么他的父亲有一个同乡老朋友 叫杜志远 是一名将军 当时当选为国会议员 然后北上就职的时候 路过杭州 上门拜访 然后这个时候 陈陈就要求他父亲帮忙 说情 然后这个杜将军呢 看他找不到出路 又看他比较年轻 就带到北京 那么陈陈他只有一张 楚州中学毕业文凭 那有人讲 那前面不是杭州师范 那个师范不是说是本科吗 那本科好像他也没有真正 可能没有真正毕业拿到文凭 要不然的话 他为什么只用那个中学的文凭呢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又冒名鼎替 报考保定军官学校 这个很奇怪了 就是说为什么要冒名鼎替 报考军官学校 那么再加上后来的结果是 考试成绩差 身材矮小 也没有被保定军官学校录取 1919年杜志远将军 向陆军部军需司司长 主考官魏忠汉疏通 就是说把陈陈作为 那么被取生的名义 让他进入保定军官学校 第八期炮科学习 被取生就是等于是候补的 不是正式的学生 1920年7月 直晚战争爆发 军校停办 直晚就是直立军阀 和晚戏军阀打仗 就是直晚战争 军校停办 他南下广州 在这个新建的粤军 第一师第三团服务 并加入中国国民党 那么1921年 他在保定军官学校复课以后 仍然继续呢 他的学业 但是好像也没有说 他正式的毕业 似乎有人说法呢 说他是毕业 1922年6月 这个 但是呢 他因为当时中间不是断了吗 那算毕业 后来呢 他又继续的求学 继续求学呢 就是1922年6月 这个陈陈在保定 陆京军官学校的第八期炮兵科毕业 分配到浙江绍兴 浙军第二旅第六团第三连当建席官 不久被捕为少尉排长 然后那个时候 邓眼达奉孙中山的命令到上海去 物色军官人选 在广州大本营 组建新军 那么陈陈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的时候 见过邓眼达 邓眼达在那讲过课 所以算是有师生之意 所以他从老乡那儿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就向他所在的团部请假 但是团部不批准 你一个小军官要请假外出 没有批准 但是呢 陈陈不顾军纪的约束 自己擅自的跑到上海 投奔邓眼达 12月份就跟邓眼达一起到广州去了 当时这个邓眼达在粤军第一师 第三团当团长 所以陈陈一开始就是成为他的上尉副官 后来呢又找了一个机会去当连长 上尉连长 担任这个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这个警卫部 1924年5月 陈陈随孙中山出征西江 在赵庆 广东赵庆与贵军冯宝出部队作战 当时胸部重担负伤 送到医院里面治疗呢 那个时候 阅军的参谋长是蒋中正啊 蒋中正到刚好路过这个赵庆 就到医院里面慰问伤员 那么对陈陈有非常的赏识 觉得是在作战中负伤的 让他好好地养伤 这是蒋中正第一次见到陈陈 就是这一次 到了六月份黄埔军校正式成立了 这是1924年啊 正式成立 那么陈陈因为作战俏勇 所以被 作征战俏勇啊 被孙中山点名送进这所军校 进行重点培养 那么陈陈经过黄埔军校 教练部副主任邓眼达 以及学生队副总队长 严重这个推荐 九月份调到军校 任上位特别官佐 官佐就是后差的军官 后来呢又担任教育副官 可以看出这个陈陈啊 她是很灵活 很讨人喜欢 所以呢 她一旦跟准了人 然后总是有各种机会 所以呢 她也是 反正就是历练吧 就是很多方面都历练过 第二年呢 学校设定了炮兵科 因为这个陈陈是保定军校 炮兵科毕业的 所以就改任炮兵科教官 兼炮兵队的区队长 那么第二年 也就是1925年 元旦黄埔军校成立了炮兵营 那么蒋中正任命 陈陈为第一连的连长 然后二月份参加第一次 国民革命军东征 讨伐陈群明 二月十五号佛晓 蒋中正亲自在炮兵阵地上督战 攻击淡水城 当时陈的炮兵连表现英勇 陈陈指挥炮兵猛轰命中目标 摧毁陈墙多处 教导第一团第二团的官兵 组成赶死队 奋勇队 随即从缺口冲击攻下淡水城 那么东征出战告捷 陈陈带领的炮兵连受到奖的高度夸奖 战许 三月十二日扶晓 陈炯明领虎部队 率右翼东征军 九战疲惫大局反攻 于棉湖战役中 与教导第一团激战 当时教导第一团 以千余人的兵力 独挡陈炯明军队两万多人 情况十分险恶 那么蒋中正在指挥所督战 看到陈炯明部队步步逼近 和苏联顾问鲍罗廷 驱车赶到炮兵阵地 冲着炮兵连连长陈臣 命令他架起炮来打 这时候陈臣右臂已经负伤了 他还亲自上炮台 将炮描向陈炯明 承舵指挥所 连开三炮 命中陈炯明部队的大本营 全连炮兵看到连长打响 各个向陈炯明军队开炮 阻止敌军进攻 在棉湖战役中 陈炯明 棉湖战役中 陈炯是险些阵亡 那么蒋中正在指挥所 从观察镜里看到 炮火轰散了陈炯明军队 使其四处奔逃 就对鲍罗廷说 这个连长打得不错 打得准 所以呢 陈炯再次得到奖的夸奖 五月底 东正军回师广州 陈炯刚刚步入军界 就已经得到了这个 应该说名气很大吧 大家称为三炮起家 这个时候他接到母亲电报 慈修五儿 你父病逝 迅速回乡至伤 陈炯回乡了 就料理父亲伤事 因为那个时候 他伤也没完全好 也没有和他的妻子同房 但是他出外多年 跟妻子的感情已经深述 所以呢 妻子怀疑他在外面 已经有了这个外遇 看不起他 就自杀 自杀呢 送医院治疗 但是抢救过来了 没有死掉 但是呢 这样的话 就是陈炯内心 也搞得非常不安 就回到家里边 家里一件事接一件事 他有点灰心 就想干脆留在家里边 处理一些事情 不打算回广东 所以他跑到杭州 请求省长夏超在警戒 帮他找一个位置 就说明他很会找熟人 找后门 他认识浙江省长 可是没有被录用 只能再回到广州的炮兵营 六月份 陈炯封命参加 平定贵军刘正环部队 和滇军杨西敏部叛乱 六月十三号 杨西敏部队胡思顺吕 败退曾城 突然回事广州 反攻观音山 当时陈城正率领炮兵连 在北教场出操 见事态危急 当机立断 命炮兵向滇军轰击 首发击胡旅军旗 滇军四散奔逃 黄埔教导团文警赶去 消灭胡旅 这样的话他又立一功 到了九月份 国民政府为统一广东 第二次东征 打算彻底消灭陈九明部队 十月十四号 在攻克天险惠州城战役中 陈城清帅三炮一连 推进到北门外 直接轰击 瞄准轰击 将敌撤防 就是将敌方的这个 撤防的机枪火力 一个一个都摧毁 然后掩护登城部队 攻克惠州立下战功 获赏赢五百大洋 蒋中正非常器重陈城 任命他为炮兵第二营的营长 第二次东征结束以后 曾升任中校参谋 十二月份改任第六十三团上校团长 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 然后呢 陈城又升任第一补充师警备处主任 兼第三团团长 1926年七月份 国民革命军委罚后 陈城任总司令部中校参谋 后任预备第一时第三团团长 1927年 二十一时抵达浙江渠州 担任中路军作战任务 那么他带领一支部队 在深夜突袭对方的司令部 然后呢乘胜追击客服新登 进入杭州浙江 这个时候呢浙江的局势就平定了 北伐军分三路进攻江苏安徽 十一时随东陆军攻取松户 陈城率第六十三团攻占乌江 三月二十二日 趁夜攻克苏州 当时陈城的第六十三团 出力最大 又在下松江 在长俗东门外 截击直鲁军 制中部队和军官教导团 有大量的俘获 一九二七年四月 任第二十一时少将副市长 七月份正式任命 陈城为第二十一时市长 十月份被何音清借雇免职 后有严重 严重就是他当时在黄埔军校的 那个副总队长 总队长 保健任军委军政厅副厅长 一九二八年三月 蒋东正任命陈城为总司令部 中将警卫司令兼炮兵指挥官 八月第一集团军整编为六个师 蒋任命陈城为第十一师副市长 然后一九二九年三月 蒋贵战争爆发 那么陈城又协助市长率领一部分部队 五月份 蒋中正命令第十一师开往厄北 不久市长曹万顺 因失事 处事失当被调离 那么这个时候呢 陈城就升任市长 一九三零年在中原大战中 陈城任讨伐军第二军副军长 率领十一师攻打济南 五月中原大战爆发 一九三零年八月 第十一师领到奖金两万元 陈城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 同时还兼任第十一师师 这个时候他只三十四岁 人家称为童子军 中原大战结束后 蒋赏识陈城的军事才能 派往江西参加围剿 中共的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三月一号 湘厄干三省剿匪边防督办 第五陆军总指挥王金爵 及第十一师师长陈城在南昌行营 向何银青报告三省红军状况 以及围剿的计划 七月份蒋中任 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 第三次围剿中国翁农红军 以何银青为剿匪前敌总司令 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 统朱少梁 蒋鼎文 陈城等部 陈城受命 追击军第二陆的指挥官 1932年8月21号 第二陆军陈城部 围剿江西红军 然后占领了江西新国 8月27日 陈城率领部队 占领江西仪皇 然后红军向广昌宁都 东少方面撤退 1933年2月 国民政府任命何银青为 干阁月闽乡边区剿匪总司令 部署第四次围剿 以陈城为中陆军总指挥 辖周志柔 孙连宗 李延年 第二 第二 这些将领 就是率领这些将领 那么陈城到处租公路和碉堡 后来在湖北黄培和江西仪皇等地 被红军歼灭近三个时 同年秋 蒋介石 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坛 蒋亲自任团长 陈城任副团长 何见对他的器重 1934年下 蒋中正倾驻南昌行营指挥 以孤祝同为北陆总司令 辖蒋鼎文 汤恩伯 陈城 薛岳等部队 9月下旬 蒋中正调50万兵力 开始对中共的根据地 进行第五次围剿 陈城封命担任北陆军前敌总指挥 兼第三陆军总指挥 1935年10月 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陈城 陈城担任的是助干预备军总指挥 1935年3月 蒋中正指令 武昌军事委员会 行营 设立陆军整理处 派陈城担任处长 分期整理全国陆军 也就是整顿吧 整顿陆军 3月12日 蒋令武昌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 让陈城分期整理全国陆军 要求4年内整理好60个师 然后陆军整理处成立之后 到当年的秋天 蒋中正为了统一川军的政治思想 在峨眉山举办训练团 自任团长 陈城刘湘为副团长 具体的事务由陈城主管 可见蒋中正对陈城的这种信任程度 1936年2月 陈城奉蒋之命 任静随散干四省边区 缴匪总指挥 率领大批国精到三西 赌击红军 赴三西增援延锡山 3月25日 陈城奉奖令 自汉口抵达太原 与延熙山协商搅供事宜 3月28日 延熙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名义 委任陈城为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 夏侠关林征第五重队 吕济第六重队 汤仁博第七重队 令其迅速恢复同浦铁路南段交通 4月22日 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 陈城抵达临时召集 搅供各将领 面授机遗 分途进攻 近西红军 4月23日 陈城返太原 与延熙山密商 肃清临时 孝毅等处红军 5月13日 陈城在太原与汤恩博 延熙山等商 搅供军事 5月16日 与延熙山协商中央军 进陕西事宜 5月21日 陈城珠光 关林真 与早上飞西安 和张学良会商搅供 红军回十三北后 陈又调回南方 陈济堂李中仁联合返奖 6月份 陈城封命赴岳 就是在广东 设立了广州行营 解决两广事件 8月12日 将续遭 于汉谋 陈城 前大军等会商贵局 那个时候呢 这个军阀割据 这个中央军的部队 也不是那么顺畅 所以在很多方面 还是要这个四处奔波 要 既要对付红军 也要对付这个军阀割据 相互之间的这种纷争 然后到了西安事变的时候 1936年12月6号 陈城奉命 到隋远 三西跟傅作义 延西山会晤 当时呢 他又返回西安 想见蒋中正报告一切 12月11日晚上 蒋中正要最后确定 搅供军事计划 刘、张、陈、魏力皇 等人在一起 在华清石吃晚饭 12月12号凌晨 国民革命军第17军 在西京招待所 扣押南京军政大员 比如说陈城 内政部长蒋作斌 邵立子 福建绥靖公署主任 蒋顶文和陈调员 魏力皇 朱少良 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 并以排枪扫射 陈的住所 中央委员 邵元聪等重枪遇难 西安事变的时候 陈城与蒋介石 同时被扣留在 西安招待所 1937年1月4号 当时张学良 后来是在中共的斡旋下 放了蒋中正 并随着蒋中正回到南京 那么1937年1月4号 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 命陈城率第四集团军 主持陕西东陆军事宜 春天 陈城任军政部政务次长 兼武汉新营副主任 1月14号 军政部次长陈城到太原 与延锡山商讨 这个相关事务 3月28日 飞广州 4月1号 主持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广东分校典礼 开学典礼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并出席讲话 这个就是比较详细的记载了 陈城在北伐战争时期 以及到抗日战争时期 在那之前参与围剿红军 这样的一些经历 那么具体的就是 在抗日战争中 陈城做了哪些贡献 我们下一次再接着说 好 谢谢各位